那你見到天主堂包括了我們的基督教會 基督教會 譬如說以這根教堂裡面來講的話 這邊教堂裡面最神聖的地方在哪裡 如果你們 不是每一個人對那個天主堂都很熟悉 其實最神聖的地方是在這裡 這叫聖體貴 聖體貴 基督教的教堂裡面沒有聖體貴對不對 所以那個天主教裡面它有一個聖體貴 那聖體貴呢 每一次在做禮拜 我們叫做感恩祭 就是神父也好或者是牧師也好 他們會坐在這個祭台上面 然後做了一個感恩祭 我們叫做做禮拜 一個禮拜一次 但是那個叫做感恩祭 為什麼要做感恩祭 感恩祭其實它是在重複一件事情 就是最後一次的晚餐 它把那個最後一次的晚餐呢 重複 重複 那最後一次晚餐 各位知道就是簡單的一些耶穌的故事 就是最後一次晚餐後來 耶穌他就 就是負難了 然後呢其實最重要的是耶穌他會 因為我今天要講的這件事情 跟我們現在目前面對的其他的生命是有關係的 第一個耶穌會看到的是什麼 看到人為什麼不會彼此相愛要互相殘殺 然後呢他覺得他必須要用他的生命 來讓人能夠知道這一點 能夠知道我們要互相的 就是能夠不管是尊重也好 互相的扶持 那互相的就是有一些關懷 就是愛 那這個部分就延伸到 人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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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生命之間的關係 人跟人跟人跟其他的生命 就是說不只只有人 也就是說人他沒有辦法單獨的生存 他在強調一件事情就是 人是沒有辦法單獨生存的 你每一個人的生存都是一定要跟其他人 其他人的一個付出跟犧牲 然後來成就或者是讓支持我們 我們的生命也透過了其他的生命的支持 包括了植物 包括了動物 那不要說我們吃植物好像就沒有殺生 其實也應該要講說 其實我們吃的每一粒的米飯其實都是一個什麼 都是一個種子 那每一個種子都是單獨的一個個體 它都是一個生命 所以不管是植物或者是動物 他們都犧牲了 然後來讓你的生命可以延續 這件事也是很偉大的 所以呢 在那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他就在將近兩千多年前就希望能夠告訴大家 這些犧牲必須要很尊重 當一個生命犧牲來成就你的時候 你必須要面對這樣的一個犧牲 要感恩 所以這叫感恩祭 所以呢 他就在這個 這個祭壇其實就是那個 最後一次晚餐的時候 他跟他的門徒說 你必須要把這件事情傳下去 說他把麵餅拿出來說 這個我準備要為你們犧牲了 我準備要為你們犧牲了 那這個麵餅就代表我的身體 我的肉 然後我要為你們犧牲了 然後他就傳給他們吃下去了 然後他又拿一個葡萄酒 然後下去之後 這個代表我的血 我也要為你們犧牲了 也就是說 當我們吃的這個麵餅也好 或者喝下的葡萄酒也好 其實他是代表的耶穌的身體 血跟肉 那其實耶穌他講的是說 這個血跟肉其實不是只有我 你要你面對我的時候 當他代表我的時候 你要尊重我 或者尊敬我 他意思是說 我代表的是其他的人 我代表的是其他的生命 當你們面對其他生命 為你犧牲的時候 你必須要尊重他們 跟尊重我是一樣的 你必須要尊重他們 跟尊重我是一樣的 這個世界才會有愛 不是說今天在教堂裡面 今天我們看到 在感恩祭的時候 我們只有 只有 就是我們感恩 我們覺得耶穌很偉大 然後我們尊重 然後我們敬愛祂 但是出去外面非常的殘暴 耶穌不是要跟大家講這樣的事情 他是要告訴大家 其實那一些都是我 每一個人都是我 每一個生命都是我 我們人沒有辦法單獨生存 每一個可能都是因為其他人 犧牲人才能夠成就你 跟耶穌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必須怎麼樣 要尊重 而且要關懷 而且要感恩 所以在原住民 其實這樣的一個價值 不是只有在基督宗教裡面 其實不管在原住民 他們在沒有外來文化 進來的時候 他們的信仰裡面 也有相同的喔 就是說他們在 在狩獵的時候 當他們捕獲的一隻山羌 或者是一隻水路的時候 他們其實在狩獵的時候 是面對這些生命 是一種非常尊重 因為他的犧牲讓我們全家可以活下來 所以他們是非常感恩這隻水路 或感恩這一個山豬的 所以呢 那樣的一個感恩其實是 因為都是人 所以他的價值是會有很多的共同性 不一定是只有基督宗教 其實他其他的像佛教裡面 其實也都有講到相對式的一個價值 所以它是一個普世的價值 那這個普世的價值 變成到了我們現在的社會的轉變 變成什麼 我們到了教堂裡面 是一個形式 然後出了教堂 又是另外一個形式 大家就把它脫節了 事實上 這是這個價值能夠幻化成一個 什麼叫做行動 能夠讓你的價值跟行動是一致的時候 你的人格才會產生 當你的價值跟你的行為是脫離的時候 你的人格其實是分裂的 所以呢 這個地方就是 我們能夠假如說 能夠不管是透過不同的宗教的信仰 然後都能夠讓價值跟我們的行為能夠相結合 這件事情是蠻重要的 也就是 價值引領的思想的東西 跟我們實際的行動的東西 所以 山林富裕 其實沒有那麼偉大 其實最重要 要改變的事情 是在這裡面而已 這裡面 好 就是在這個教堂裡面 所以你們這兩天如果 這個地方充滿了聖靈的地方 就是有一些力量的地方 所以呢 如果你有些心裡要講的話 你這兩天 然後來這邊 然後講講話 然後甚至於說來 祈禱一下 或就平安 都我覺得 都會讓你的心裡會有一些感覺的 然後 這是第一個 好 接下來我要講第二段 因為我要講說 有關於阿里山的整個開發的 我們剛剛 我們